中国女排3比0横扫古巴货市锦赛开门红朱婷16分表现神勇 朱婷且狼头致命一击 古巴对面面相去 无能为力 女排最安时刻 中国vs古巴五家球朱婷报告领衔 2018女排市锦赛 中国女排vs古巴女排全场回放 赛成赛过积分排名 北京时间9月29日 2018年世界女排点标赛在日本拉开战幕 小组赛B组首轮 朱婷和张长宁领先首发 中国女排以3-0 25-12 25-23 25-14击败古巴队 取得开门红的同时 在世界大赛八连胜对手 此一 朱婷16分与袁新月定列全场最高 明天18点20分 中国女排将与土耳基交锋 比赛交点首发阵容 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为主攻朱婷 张长宁 赴公严妮 袁新月 爱传丁霞 建议公祥宇 自由人王孟杰 古巴女排的首发阵容为主攻佩雷斯 蒙塔沃 赴公卡巴耶尔 赫尔南德斯 二传伯雷罗 建议萨兵 自由人卡满约 实际上伯雷罗和萨兵都是二传 古巴队在场上采取了四万配备 技术统计整场比赛 中国女排后球41比37领先 篮网17-3 碾压对手 发球双方都得到4分 中国队失误送分5分 古巴队失误送分13分 球员方面 朱婷和袁新月都得到16分 并列全场最高 龚翔宇9分 丽莹赢8分 张长宁7分 精彩回放首局比赛 朱婷4 后来扣球得分 龚翔宇二号为进攻得手 古巴队也毫不示弱 他们的4号被扣球是大力辰 4-3号 龚翔宇的发球破攻 袁新月和队友配合拦网得分 紧跟着3号被短平快打中 6-4号 张长宁发球破攻 竹婷探头球命中 中国女排以8比4领先进入第一次暂停 张长宁扣球得分 袁新月快攻打成 中国队13-7扩大战果 随着龚翔宇二号为定点扣球得分 中国队以16-8继续领跑 接下来 朱婷发球直接得分 胡宁愿气混下老将颜宁 中国队继续强势 张长宁4号为反击得分 8-19路后的古巴队再次请求暂停 随后 袁新月和队友配合拦网得分 张长宁来往进攻 中国女排以20比9遥遥领先 被动之下 古巴队一场连续不到位 中国队拦网得分以24-12拿到局点 随着张长宁踏头球打成 中国女排以25-12先升夺人 第二局比赛 张长宁单人来往得分 丁霞二次球偷袭得分 中国队开局以4比1场得先机 古巴队毫不顺弱 他们2 4号为定点进攻拼得非常凶 顽强奖比分追至5平 袁新月3号为反击快球得分 随后与张长宁配合双人来往得分 中国队以8-5战先 王梦杰后排起球 古巴队大力扣杀出界 袁新月被飞连续得分 中国队以11-70头 张长宁后宫刮网被李莹莹换下 李莹莹四号为下球 中国女排以6-12领先进入第二次暂停 暂停结束后 袁新月的被飞 朱婷的四号为强攻接连的手 中国女排以20-17 22-18领跑 古巴队进球暂停后 他们增加了发球的攻击性 中国队一传半大位 钉下强行组织快攻 可惜严谜的扣球被篮死 李莹莹一传失误 古巴队将比分破进至22-23 矫折时刻 李莹莹强攻打手出界 帮助球队以24-22拿掉局点 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龚翔羽与队右蓝王得分 中国女排以25-23在下一城 局分2-0领先 第三局 狼平对阵容进行微调 李莹莹首发 二传派上摇底 开局李莹莹一传失误 但龚翔羽即使弥补到位 朱婷中扣得手 李莹莹轻调得分 中国女排以6-4战先 古巴队防反进攻出界 紧跟着4号位掉球没有过王 中国女排以8-4战先 随后的比赛 李莹莹进攻受阻 摇底发球失误 古巴队将比分破进至10-12 朱婷二号位一如既往的稳定 紧跟着发球得分 龚翔羽蓝王有效撑起后 二号位反击得分 古巴队持球失误 中国女排以16-11领先 第二次技术暂停后 胡宁月发球见攻 龚翔羽调球得手 李莹莹和袁新月配合篮王得分 袁新月三号位半高球直接钉地板 中国女排以20-11 逼迫古巴队进球暂停 直末阶段 中国队牢牢控制着场上的主动权 袁新月快攻打城 帮助球队以24-13拿到赛点 曾纯累替不发球 袁新月被非命中 中国女排以25-14锁定升局 局分3-0击败古巴女排 取得开门红 赛后声音中国队轻松击败古巴 但第二局两分写胜 郎平分析说 我觉得第一局和第三局还可以 能够踩上节奏 第二局我们自己的篮房应变慢了一些 我们也希望不同的队员都上去适应一下场地 展望小祖赛第二场中途之战 郎平表示 在家里已经准备了与土耳其的比赛 希望能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 一场一场打吧 强队那么多 想那么多也没用 准备更多的困难吧 下轮展望根据赛程安排 北京时间9月30日是8点20分 中国女排将迎战小祖赛 第二个对手土耳其女排 后者虽然在三大赛成绩平平 但在顾得递之较后 球队迎来蜕变 今年是联赛以黑马的姿态杀出重围 最终获得亚军 土耳其是本次比赛中国队拟来的首个竞敌 对手攻防均衡 节奏比较坏 中国队不能大意 秋青 相关新闻 一文读懂女排是近赛第一日 朱婷秀英文喊话古德帝 周光荣一天朱婷 双方进入状态都很快与盈盈 用情绪带动技术战功把单局25-12是假象 郎婷解读次举女排 原和景英两分美少女对手场发挥 不满意聊敌 希望在四哈外能做得更好特评 抛开一切杂念切换战斗模式 陪女排都到底朱婷暴力美学 融合细腻和智慧 以数据凸显全面技术 中国女排首秀大名 单姐两人为上场王岛心中最强阵容呼之遇 朱章长宁复出首秀表现全面发球 两次重演米约奥运冠军 评为秋月平女排一场须加强薛宁 适应比赛节奏最关键混入其点评 朱婷是最稳赢得分点张长宁复出状态不服少见 原新月和朱婷并列得分王 国际排列也惊叹网评 第一主攻已经不能满足朱婷了 他要做第一接应朱婷 原新月可看三十二分中国女排 来往十一分二年压古巴花式 张强宁三季首秀跑动出彩朱婷 推空当写智慧女排式锦赛 各一土日开门红 追中两队 纵开韩国隐恨女排式锦赛 俄巴美赛完胜 拉伊莫娃二十三分 南九八赛败江东阳首季 期盼已久的式锦赛终于来了 我们不能放松赛评 中国队首秀量电雨不足 并存古巴青年军没给前辈揪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